据报道美国知名调查记者西摩各时发布文章爆料 通过大量细节描绘和情节经过得出结论 确定去年9月遭到人为破坏的 从俄罗斯向欧洲诸重天然气的北溪管道 是美国情报部门和美金人员秘密炸掉的请问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北溪天然气管线是重大跨国基础设施 有关爆炸事件对全球能源市场和全球的生态环境 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如果赫时的调查报告属实 这是不可接受并且必须受到追责的行为 美方应当向世界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我想强调的是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 多年来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 为促进美国的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将经贸投资问题政治化的言行 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 有损外界对美国市场环境的信心 据报道 根据美国与日本和荷兰最近达成的协议 美国与半导体相关的对华出口管制 将扩大到日本和荷兰的企业 那么有评论就认为说 美国以本国的法案限制别国的对华出口 这是典型的长臂管辖 请问中方对此有个评论 美国长臂管辖是美国政府以综合实力和金融霸权为后盾 根据本国法律 对他国的实体和个人滥失域外管辖的蛮横司法事件 截至2021财年 美国已经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到9400多项 长臂管辖已经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叙利亚、朝鲜、古巴、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 美国历届政府滥用经济胁迫手段 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 非但没有效果 还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 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估计 在伊朗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美国的制裁影响可能导致了多达1.3万人死亡 为了维持经济和科技领先地位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人为的干扰正常经贸往来 破坏全球产工链稳定 同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背道而驰 近年来美国滥用长臂管辖的门槛不断降低 力度空前扩大 打击对象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侵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 扭曲了正常的国际贸易 也极大的损害了各国企业的利益 美方应当停止非法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切实履行作为安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责任 关于一支中国无人民用飞艇因为不可抗力 误入美国领空的意外事件 中方已经多次说明情况 阐明立场 美国国会的有关决议案 纯属政治操弄和炒作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